外国网友看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残忍的日本731部队后的反应 在外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上 有一位名叫D.Georgio的拥有一千多万粉丝的西班牙视频博主 制作了一条名为 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残忍的时刻 日本731部队的视频 这位博主在视频简介上写道 731部队对儿童、男人、女人、老人进行实验 对人类生命毫无尊重 这位西班牙博主在视频中详细讲述了日本731部队 对中国人进行的残暴无情、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 他也多次强调日本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 所有战争中犯下的最严重的战争罪行 而这条视频也受到了外国网友极大的关注 播放量也高达530万 点赞量则为33万 各国网友的留言评论也达到了1万多条 英国网友The Gamer's State回答道 我们小时候都被告知怪物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法国网友Charlie Spencer回答道 731部队是我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部队 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残暴的 而且没人知道 外国网友Digitali回答道 很多人总是谈论纳粹德国对受害者造成的恐怖和残忍 但很少有人谈论日本对受害者造成的同样的恐怖和残忍 紧接着外国网友Samuel Black回复道 甚至纳粹也告诉他们 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Nikki Blue回复道 人们应该每天都谈论他 The Funny Guys回复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这比你想象的更邪恶 更不人道 怎么会有人对人类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还能在结束后回家呢 外国网友AnarchyX回答道 我记得我在Reddit上谈论731部队和南京大屠杀 一些人毫无来由的说是啊 但是广岛呢 他显然从来没有读过我的评论 他只是看到了日本等于坏 然后为他辩护 我相信日本会感谢你这个Reddit上的家伙 紧接着网友Imakni Hediei回复道 是啊 Instagram上有些人试图跟我争辩说 在二战中日本也是受害者 然后我提到了731部队和南京大屠杀 但人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掠过 又回到说广岛 他们真的相信广岛等于日本成为受害者 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 英籍日本人Akro Alexander回答道 关于日本的教育没有教任何关于二战的东西 作为半个日本人 我在那里生活过 在英国学习过日语 我也完全困惑了 我记得我向我的日本朋友询问过日本孩子关于二战的事情 因为在英国我们很早就知道了 他们只知道德国发动了战争 日本被轰炸 就这样结束了 老实说 他们只知道这些 即使是日本的顶尖大学和高中 他们也宁愿教孩子日本的成功和武士的历史等等 但没有二战 德国学生对二战非常了解 二战后 教育被迫改变 向孩子们传授二战知识 还有德国所犯的错误 为什么日本认为可以保持沉默 教育日本孩子我们被两颗炸弹击中 而不是我们杀死了数百万囚犯 强奸了他们 解剖了他们 是的 这两枚炸弹是二战的象征 也是毁灭性的象征 但这并不能掩盖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抱歉 这听起来像是咆哮 我一直把这件事憋在心里 不得不在某个地方说出来 总之 我认为日本的教育令人惊叹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教育 与中国和韩国一样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之一 但这就是他们的教导 以及政府和人民看待二战的方式 有趣的是 年龄的差异显示了观点的变化 如果你问我在日本的祖父 他会说日本很糟糕 很恶心 我母亲也是如此 如果你问10到20年前的孩子们 他们会说日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说实话 我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羞耻 美国网友Okalev回答道 1981年我去了日本 在大阪工作了5个月 我的老板竟然是731部队的一员 我是回到家后才得知这件事的 当时我26岁 我爸爸是二战老兵 他对我的公司让我接触这样一个可怕的人 感到非常愤怒 外国网友Amazing Superhero回答道 日本人对他们所谓的丢脸极其敏感 他们非常看重他人的看法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的原因 我认为 如果你自己是日本人或者在那里生活过 你就会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 相信我 日本每天都在做坏事 仅仅因为你们不承认 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就不是真的 美国网友Ron Walsh回答道 我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 曾在日本驻扎过一段时间 这绝对是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没有发生 除了东京的燃烧弹 当然还有两颗原子弹 我参观了几个博物馆 他们展示了战争期间发生的真相 其中大部分都很荒谬可笑 紧接着外国网友Alice的回复道 我也有同感 在80年代 广岛博物馆还算是相对客观的 但现在它几乎完全是站在日本这边 就像在说 这些可怜的母亲和孩子们 只是在无辜地吃早餐 然后砰的一声 他们不正视过去 可能会导致他们将来重蹈覆辙 外国网友Jason Benjamin回答道 突然间我对两颗炸弹爆炸的事 感觉没那么糟糕了 我祖父在二战期间参加了太平洋战役 他告诉我的关于日本士兵的故事 这些故事比大多数关于二战的小说 都要令人不安 外国网友Tip回答道 那个说人类被731部队 当作动物对待的家伙是错的 没有人会像731部队那样 以如此令人厌恶和可耻的方式 对待动物 外国网友Ray回答道 我听到一个日本人说 这场战争是自卫 是的 对 可怜的日本 他们的士兵为了自卫 不得不入侵朝鲜 中国 蒙古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夏威夷 杀死了2000万人 所有亚洲国家 包括夏威夷 都应该向日本道歉 外国网友Guna Appendi回答道 希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 在地狱里腐烂 目前的日本政府 在掩盖战争罪行方面 也同样有罪 此外 日本领导人 继续在靖国神社参拜战犯 是对受害者的一记耳光或侮辱 中国网友KCH回答道 在中国 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会把仇恨传给下一代 但我们永远记住过去 我们没有权利去原谅他们 因为那些原谅他们的人已经死了